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这里是FM 98.1 98新闻台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1点播出的明阳寇 我是主持人要理事师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潘迪志医师 我们先欢迎医师再介绍他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 欢迎潘医师 哈喽大家好是明豪 哈喽哈喽欢迎欢迎 这个潘迪志医师平常在做的工作呢 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讨论到这个话题 是安宁照护 是 安宁照护这个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 很多人在没有需求之前 他可能都不知道到底安宁照护是谁 其实安宁照护如果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讲 就是我们人在生命的最后这段时间 那他会经历过很多的痛苦 不管是身心灵上面的 那安宁照护就是要来减轻 在陪病人走最后这段路 减轻他们的痛苦 找到他们最后生命的 有尊严的可以活下去 可以有尊严的走完最后这段路 做到所谓的散众 散众 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漫长的告别 就是他已经知道生命即将这个生命之火要慢慢的灭掉了 但是他又带着病痛 他也没有想说那我就现在立刻去安乐死吧 不是这种想法 就是他要好好走完最后这一段 对 那所谓的安宁照护他是放弃治疗的意思吗 就是可能还可以再积极的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其实积极已经不具有临床上的意义了 其实我们以前在面对病人在讨论安宁这件事情时候 常常都会被说 你们是不是就是放弃我 对 所以的放弃消极这些字眼会出现在病人的心里 听到安宁的时候 但其实实际上并不是 我们会尽量减少用消极啊或者放弃这些概念 我们会比较是 我们其实还是很积极 只是我们积极的方向不一样 你的病痛 你的可能疾病肿留好了 已经没有办法治愈 但是你的症状可以啊 所以我们还会积极处理你的身体的任何不舒服 还有你现在还有一些面对死亡的一些恐惧 这些恐惧可以被处理啊 所以我们还是会积极处理 只是方向目标不一样 也不是去除疾病了 对会跟病人这样子去沟通 反而重点可能放在他的life quality 就是他的生活品质 能不能够让他还是很开心啊 每天有社交活动啊 对 其实要让他最后一段时间找到自己应该怎么活 对对对 最后一段时间他没有死啊 他还是活着 他活得很好 他要找到他怎么活 是 那这个安宁的期间是不是有长有短 有的人也是可以安宁很久吗 对 对我们一般比较法规式的或者说参照国外的一些概念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会抓半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医生预估这个病人大概只剩下半年的生命期的时候 我们会启动这个安宁还和疗户 但是到现阶段其实我们大概提倡越来越早 因为有一些东西在半年的时间可能来不及 有些病人想做的事情啊 或是一些症状或是安宁的一些观念的想法的改变 没有办法在半年内完成 所以我们会希望越早越好 我们各种研究有发现 其实提早进入安宁的这些患者啊 他的生活品质可以得到更好的提升 所以提早就可能两年三年 他就开始接受安宁这个概念 也许他的肿瘤还正在治疗 他还在化疗 一边化疗一边接受安宁 就是说开始跟我们安宁的人接触建立关系 然后知道概念 然后我们帮他做症状控制 其实这样子 反而病人可以得到更好的默契照护 那所谓的这个安宁的照顾 他到底分多少层次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能心理的介入 他可能需要一些心理上面的心理建设 然后像疼痛也算是安宁的一部分吗 疼痛控制 疼痛控制是我们做安宁还和疗户的 医师的基本功 你不会疼痛控制 你没有办法 因为病人 我们在所谓的末期患者 他最常见的症状 其实就是疼痛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 呼吸传啊 肠阻塞这些 但排名第一通常就是疼痛 所以疼痛控制 对我们来说就是 要 怎么讲 非常的熟练 要怎么样去控制病人疼痛 我们不同的药物 不同的方法去介入这样子 嗯 所以第一个让他不痛 嗯 再来让他心理上能够接受说 哎我们要开始慢慢告别这个世界了 我们可能要做很多的心理准备 心理建设 对 其实如果用很大大范围的去区分 其实就是身心灵 三个区域 那身体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身体的症状 那心理的话就是他的一些焦虑 对 他的忧郁的情绪 或者是说一些紧绷啊紧张啊的这些感觉 那可以透过心理师的介入去会谈 或者是用药物那也可以 透过自己来帮忙 那零的部分就比较玄一点 以前在学校老师谈零我都听不懂 对 但是实际照顾过那么多的末期患者之后 其实我会慢慢有一些感触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对死亡的接受 是 以及对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一个 他有没有尊严 他有没有一个对自己过去这一生的回顾 他觉得圆不圆满 这种感觉 那就是所谓的灵 那我们就要让他在这个方面 也能够得到帮忙 因为有些人他在最后一段时间还是 怎么想 就是他找不到可能比如说害怕 自己不知道死后之后会去哪里 那我们可以帮他找一个寄托 比如说透过宗教的方式 其实也蛮常见的 有一些他可能有甚至有一些信仰 他会被认为说那我在临终之前 我有些步骤我一定要执行完毕 这样才能够符合我的信仰 对啊像以前也有在病房就有一个病人 他坚持他就在他的床边 一定要摆一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画像 每天都要对观世音菩萨就是念佛 然后说一定要带我去就是他想要 美好的地方 这样子对对 就是他的一个寄托 那这样他在这个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害怕 所以在身心灵三方面 我们都把他照顾的好好的 然后让他能够说接受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治愈了 他们要先接受这个状态 没错 刚才露提一个 就是除了身心灵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块就是社会 也就是社会就是说 比较像是他的人际关系 那社会对他的一些标签 比如说社会就说 你就是病人啊 你就不能下床 不能离开这个病房 不能回家 你就要待在这边乖乖的 我们要把他去除这些 把他绑住的一些家属 其实告诉他 你在最后段时间你不是病人 你是一个人 你要活得像一个人 然后还有他跟他家属关系的修复 这些都是社会的环节 所以这些也很重要 是 就让他的社交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他喜欢的舒服的状态 没错 不是只是说大家来探望他而已 他可能也要主动的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对过去一些关系 他跟家人 他说不出口的话 或是一些过去的心结 没办法解开 我们这段时间都要想办法去协助他们 哇 那这样听起来 其实也包含了帮他实现心愿耶 嗯 没错 整个安宁的团队 要一起来帮病人实现心愿 心愿实现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在我们各种研究里面也发现实现心愿对病人来说 是常常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很重要的 他们一定都有各式各样想要的事情 对 那你们都会协助执行吗 其实实现心愿很难耶 很难耶 嗯 然后他在这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亲人 是 所以 要找到他就非常的困难 我们就要透过各种紧症的关系 哇 你们真的去找了 对对对非常的困难 那不过还好最后有找到 最终是找到 心愿有实现 有说说话了 对那我也觉得很幸运事情是 我可以在旁边参与跟看到 病人们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 对 其实是满感动的 哇我这样从侧面听我感觉到安宁治疗 他其实 虽然 要面对生死啦 这的确是个关卡 对你们来说也是心灵上很大的压力跟挑战 对 但同时他其实也会有一种满足 啊对 对 会有一种觉得 喔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坏的事情 对 还是可以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而且你们自己的能量要很大吧 对 应该一直支撑病人 对所以有时候能量会耗尽 所以有时候上下班的状态 我以前都觉得 我可以起很开 我上班我可以很 很怎么讲 很冷血很理性 就是说我可以很冷静的去评估 然后帮病人找他该找的资源 可是病人会有情绪啊 那对生死谁没有情绪呢 这些情绪其实会感染 就会传染给我 那不知不觉我在下班说 欸其实就觉得状态好像不太好 上班没有办法再持续 所以 就会需要一些 情绪的出口 是 抒压 对对 其实现代人很重视这件事 你们尤其需要 对啊 所以才会有 创作音乐这件事情 嗯 才会有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个特殊的身份 都还没有这个 把谜底打开 没错 就是潘医师呢 发行了自己的 就是EP 我的个人EP 首张的全创作EP 对就是本名 对对我都用本名 潘迪志医师的传辑 行走江湖的本名 里面三首歌都是自己写的 对没错 三首歌都是自己写的 那我觉得 里面这张EP主要就是在讲我 下班之后的一些情绪的转变 然后一些我比较私人的一些情绪 怎么去找到出口 对因为过去的创作可能都跟 我的工作比较相关 是 跟病人故事啊 然后等等安寧的一些事情 不过这张就比较focus在 下班之后 我的情绪怎么去变化 对 怎么向内探索 没错 对啊我们其实医疗从业人员 进入到医院 第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面对生死 对你不管是在急诊 还是像在安寧的病房 就是随时生死就在你面前发生 对我们来说这也是功课 对啊就是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可以 在工作状态可以 但是下班之后 哦那个负担 对 那个情绪还会反噬回来 会忽然就来了 没错 对啊那你们每一个同人 大家都有一样的这样的压力吗 对啊像我刚刚提到 有这么多的 安寧有这么多的范畴嘛 对 所以我们不可能我一个医师 单打独斗 把所有事情都做完 是 这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觉得团队的好处是 呃他不只提供病人 更全面的照顾 是 他也提供团队成员 彼此之间的一个支持 嗯 也就是说当我们觉得 哇这病人好麻烦哦 对 哦好累哦他的焦虑已经搞到我自己都很紧张 不行了 那我们回去开个会的时候 欸其实可以彼此分享 要怎么样去缓解自己的焦虑 或者是病人的焦虑 欸好像觉得事情就没有这么困难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 大家彼此之间的这个讨论是很重要的 对团队是很重要的 嗯一个支持系统 嗯 对你们的你们一起支持病人 但是彼此之间也要彼此支持 没错 哦这样大家理解一下 通常在一个照护的团队里面 会有哪一些角色好不好 嗯像我 我是一定有的嘛 对医生 比较扮演的是领导者 团队的组织者 那再来就很重要是有护理师 护理师 护理师提供病人身体的护理 让他比较舒适 这也很重要 很重要 当然有一些护理师 会顺便提供那个 心理的支持 啊 这一定的 因为做招呼的时候都会聊天 对 如果心理支持不够 嗯 那我们就有第三位 我们所谓的心理师 心理师 心理师出现 那心理师就会提供病人一些 心理压力啊 焦虑的 的还有 人际关系间要怎么去沟通 这都 对这都会提供 那再来就有一些 病人他可能经济状况 然后或者像是需要 那个刚刚说的要找 找人 找他的亲人 对有任务 对那就是有一个社公司 社公司 那通常如果是在 医院团队还好 那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有居家团队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配一个药师 还有有药师 药师 药师的话就会提供我们一些药品啊 麻啡 等等的一些帮忙 是是是 甚至 因为有些病人家里 住在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家 呃我们请药师帮我们送药 对 到病人家里 那顺便提供药品的味教 哦 这样听起来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呃 多功能型的 嗯 至关重要 对 每个人都不可或缺 没错没错 而且有可能药师这样说 他也要担任一点社公的工作 一点点心理师的工作 这样 嗯在医院可能资源比较丰富 但是如果出了医院 我们到病人家里 或是在像我现在在诊所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呃 有这么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有些人要 身兼素脊 嗯 有可能 那那个最近比较流行上 运动处方哦 在安宁里面 他也需要有一些 復健师或者是 运动教练的协助吗 会 但是 因为这个资源比较稀缺 所以我们目前 一般来说如果有病人 在一些比如转移位 有疼痛 是 他需要一些 呃 附件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 指导照顾者 对 要怎么样去帮助病人做肢体活动的时候 是对对 好那我们会 结合长照支援 啊 长照2.0里面其实有配 专业的服务 是 里面就有这个 呃 有 有 OTPT老师 这样子 所以可以 透过这个方向去跟老师们讨论 然后来 请他们帮忙 是 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招呼 对 因为病人状况各有各样嘛 有的可能行动自如 有的真的是只能卧床 对 对啊 所以每一个病人 其实他是客制化需要不一样的安宁服务 对 而且范畴很广 其实他就跟一般的病人 或是一般人一样 他需要的服务没有 没有一定的 对 所以 其实就因人而异 帮他找到最适合他的方法 嗯 目前来说台湾的整个社会 大家对于安宁的接受度是高的吗 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2020年 嗯 呃 我们这个基金会才有做调查 是 也就是说 现在 安宁在台湾大概1980 1990 嗯 那个时候开始发展 是 发展到现在已经 30年了 对 那现在的民众对 对安宁的接受度怎么样 嗯 结果 居然高达八九成 哦 很棒 但是 凡事都有但是 但因为我是实际在做的嘛 第一线 我的确在 以前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跟现在 家属跟病人对于安宁的 愿意讨论 的接受度 高非常多 高多了 也许是疫情后了 大家对这个生死啊 有不一样的 的看法 但是 真的遇到 那个死亡 就在眼前的时候 是 其实那个问题还是一样 就大家还是一样会紧张 会害怕 会恐惧 身体的症状 不会因为你 接受安宁 症状就会变得比较轻 不会 所以挑战还是在 所以接受是第一步 后面就是 呃 我们民众 从小到大的 死亡教育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再更接受 死亡的观念 以及医疗在死亡前 会有哪一些 是过度的医疗 是制造痛苦的医疗 这些东西要去了解 那我们才能够把安妮照顾走得更好 也是 对 大家要能够直面死亡 就是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 没错 那如果我用一生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话 那反而是可能到时候会更坦然一点 对 但偏偏很多人是比较逃避的 对 所以像现在不是常常都说 什么家里面如果很小就开始养宠物 其实对小孩的生死交易也是一件好事 对啊 没错 然后还有父母对小孩的一些 在比如说宠物离开的 或者是 比如说他的 阿祖 阿公阿嬤 离开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跟小孩解释 对 其实我有个例子很有趣 我自己的病人 就是我去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老的阿公 那孙子都会在 那 他就会每次都会提供 都会跟我说 阿公今天又哪里不舒服 他就很乖 很小很小的小孩子 那有 但是 这终于到那一天 阿公他离开了 那天他也在 那他就 我就听 就做死亡宣判 然后听完这个整个身体检查之后 他就问我说 阿公去哪里 我就说 来你来听看看 那我就拿听诊器给他听 然后就 听他阿公是不是没有心跳 所以阿公他 坐天使去更好的地方 然后他就 哦原来 他就可以接受 他其实很冷静 是个冷静的小孩 我就问他说 我就问他说 你以后要不要做安宁 长大的做安宁医师 才好事了 他非常的 真的 我觉得蛮厉害的 当下他是平静接受 很难得 很难得 真的 我反而其实觉得阿 如果有家属进入到安宁照护 这个全部的亲属一起来 尤其是小朋友一起来 就是参与这个过程是好事 对 其实刚开始他的阿嬷也很抗拒 小孩子不要在旁边 对阿 对对 不过他的自己的妈妈就说 没有关系 要让他上这一课 对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就对每一个人都是啦 没错 我一直都觉得 愿意进入安宁团队的所有的人 都很伟大 对 因为每天你们在看 对阿 不敢说伟大 而且你们又会跟病患建立连结 就是 你们是有感情的 是浓烈的 对 但你又知道说我们要一起走这一段 然后他有可能会离开我们这样 对 所以那个控制也蛮重要 我们其实不太能够 比如说 照顾这位阿公 你不能一直投射说 他就像我的阿公 其实这样子 太多情感 他会造成你专业判断上的一些问题 不过 你还是要跟他接地关系 那关系还是很正诚的 所以要怎么样拿捏就自经验 哎呀 对不能走心 对 不能走心 对没错 我自己以前有照顾几位就是癌磨病人 然后 他们也是自己后来选择就是 缓和医疗 嗯 但是到最后 我虽然已经算是一个离他们比较远的 就是偶尔接接电话 天天心事 嗯 但最后的最后 我还是好痛苦喔 对 所以我觉得座安寧缓和的工作者 他也是要有一些 人格特辑 是 就他不太能够 太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对 不然走不远 可能你后面还有好多人等你照顾 如果你在这边 卡住了 停下脚步的话 对 那其实你后面的病人就没有照顾好 诶真的 所以要挑选伙伴 挑对的 不能太emotional 对就是 没错 真的万一整个这个支持团队里面有一个人 就是每次要崩溃 那糟了 对我们要花时间照顾他 对对对 天哪 好 还有一个问题 万一这个病人抗拒呢 他自己明明就是应该要面对了 但他一直很抗拒 他甚至说 那不然让我死了 算了我现在死 怎么办 其实很常遇到 很常 这病人 这种病人其实不少 甚至很多 那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脸皮够厚 对啊 就是说 你再怎么样 病人 你还是要硬着头皮进去 对 像我以前去那个 加护病房看照会 对 我在门口 就被他的女儿挡在外面 就脸很臭就说 嗯 你来干嘛 我们不要看你 出去 可是是他的 加护病房主治医生 请我来的 我想说 怎么办 把你赶走了 不行啊我一定要处理啊 对啊 所以我就只能说 跟他稍微解释一下说 我的来意 那我也不是说 来触眉头的 对 其实 我们也都看到说 病人他现在很痛苦 插着管非常的喘 那现在的您的主治医师 他在症状控制上 遇到的一些瓶颈 对 那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 我来其实是来帮忙的 我不是来害你们的 对 那这样女儿听完一番话 才稍微松懈一点 嗯 然后因为他都以为我来 就是要把他把那管子拔掉 不可能 要把他送到 不是送到安宁房 是送到往生室这样子 对啊 所以其实要跟病人 家属他好好沟通 厚着脸皮 我觉得 只要有诚意 有热情 他们都能够感受到 嗯 台湾现在并不能够说 我医生要把管 然后你现在 就是让你不是安乐死 是即刻死亡 我们没办法做这种 其实 其实如果 我们的整个配套做好 然后 家属沟通好 其实 我们所谓的把管 这种动作 其实是安宁环河里面的 其中一环 也就是说 一个选项 对 如果他 他在这个状况下 维持生命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 是是是 那他如果有签署 这个 当初这些 一些相关的文件的话 其实他是 可以移除管路 哦 是是是是 但是要有一定的配套 家属要能够接受嘛 嗯 然后病人拔管不能不舒服 不能拔完之后 喘得要死 然后很痛苦的离开 不行 大家都不想看到 所以一定要有相对的 药物的 的处理 然后要旁边要有 大家都在旁边 那好好的走完 在最后这一段路 哦是 但他好像又跟 Alice的概念不太一样 我们下一段来 让大家理解一下差别好了 好 对啊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FM98.1 98新闻台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 是明依安寇 我是主持人 要理事师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 现场的来宾是 潘迪志潘医师 哈喽 大家好 好我们回到节目中了 今天再聊关于 安宁照护 对以及呢 我们这个潘医师 新发型的EP 临床指引 对谢谢 对我们这个里面 三首歌都非常好听 下一段节目再让大家听歌 我们继续来多聊一点 关于这个安宁 以及安乐死的这个议题 对我刚刚在广告之间 我有请问一下潘医师啦 究竟所谓的把管 或者是安宁照护 以及安乐死 这中间的关键差异 是在哪儿 其实 像我们刚刚说的把管 移除一些生命支持系统 他比较是我们在延长他没有意义的生命 那我们只是停止这个介入 那让他生命自然的离开 好像是属于安宁皇疗户这一块 那安乐死的话 他比较像是一个 我们额外去施加一个 可能是药物也好 或是其他的方式 让他提早 提早离开 提早结束生命 所以安乐死这块比较复杂 根据他 美国的法规 就是每一个国家 不是那个美国 各个国家 各个国家的法规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他可能 能够讨论的范围会比较广 安乐死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啦 因为他并不只是说 有疾病的人 或是痛苦的人 他是任何人都好像 假如可以选择的话 对啊 他的范围太广了 不过安乐死其实 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 缩短生命期 所以其实各国法规 其实蛮严格的 一定是 他会针对一个很极端的状态 就说你有巨大的痛苦 无法治愈的疾病 的状态下 那生命默契的状态下 你才可以 透过医师严格的审查 然后 因为 其实病人本人的 精神状态也很重要 你要鉴定过说 欸你是 真的是出于自愿 然后你没有一些 被其他东西控制的 一些状态下 呃 来执行这个 想要来执行这个安乐死 才能够 呃 完成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也蛮复杂 是复杂的啦 就是这个社会 其实台湾也是我们 听到很多讨论嘛 嗯 我觉得是需要更多 更积极的理解 跟这个 可能一些论坛 然后 两派的人应该要多讨论 对 其实 呃 我们目前的安宁学界 还是比较没有 没有支持安乐死 比较不支持的 那现在法规也 也是不支持 不支持 但是民间当然会有很多的声音 对 那为什么民间会有声音 就是因为有需求 是啊 他们很痛苦啊 痛苦没有被解决 对啊 觉得我在已经病没了 我病重了 但我这么痛苦我却 就没办法离开 对因为我自己的好友 都说他的妈妈 好爱莫的 他很想安乐死怎么办 所以 其实我会觉得 呃 这个议题是值得被讨论 那在讨论过程中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欸那我们的 现在的安宁皇和疗户 是不是有一些 不够好的地方 值得进步的地方 是 那让我们的 呃 政府 医界或人民都看到 那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讨论就是好事 就是好事 没错没错 因为病人一定有需求 他太痛苦了 他可能就算我有支持团队 在我身边 我还是痛啊 我就没办法实现心愿啊 没错 我就想要眼睛一闭 离开这样 但偏偏自然死亡 他需要有一个时间 对有一个过程 一个进程 唉 所以目前我们的 这些所有的安宁 台湾的医界 我们在面对疾病的 最后的最后的时候 我们还是倾向于 让生命自己走向末端 对 那只是说我们在旁边协助 减少这个 呃在这个过程中的痛苦 嗯 尽量减少各式各样的痛苦 没错 心理上身体上 嗯 那他跟疗养院的差异又在哪里 疗养院也在做安宁照护吗 疗养院现在做安宁照护的 比较少 中间有在推行啊 就是说 希望这些机构式的 这个 呃 养护中心 等等的这些机构 能够 来也也来做安宁 嗯 但是牵扯到 整个费用啊 经济上的考量 然后还有家属观念上的 还没有到那个位置 是 所以目前推行一直不是很顺利 好那 所以目前的安宁的整个架构 还是在医院 嗯 跟家里 嗯 这两个地 场域在执行 像我是做居家安宁的 是 那在医院端有我的前辈们 好在努力奋斗 好在安宁病房 是 在其他科特病房做照会 或是自己的安宁病房 在这个范畴里面去工作 嗯嗯嗯嗯嗯 我问个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失智了 那失智到最终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什么行为能力 嗯 那有些人可能选择居家 然后请一个看护员 嗯 那如果他认为说 是这个状况 我是需要去 请一个专业的安宁团队 来帮我做一些咨询的吗 如果是失智症的话 嗯 那我们在安宁的领域 通常都 我面对都是 极重度失智 是 也就是说这个 失智症的患者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 哦 那生活都是完全卧床 是 也不会醒过来了 对 基本上他可能连吞咽都很困 哦是 这种状态下的话 那就会照会到我这边来 嗯 那我就会开始进入 那知道家属的话 这段路怎么走 因为有些人 有些病人到失智症末期的时候 他们是 在以前就已经先决定好 他可能也不差鼻胃管 对 那也不要做任何侵入室的治疗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采 比较自然的方式 嗯 他能够吃就吃 他不能吃就不用强迫他 不强迫吃 走这种方式 嗯 所以是可以跟家属 他自己本身的决策 来一起协助进行的 嗯 因为这过程真的非常非常长 我自己的爷爷也是 他最后也是握床很多年 但是因为他有插管 所以还是会有很多感染的问题 风险 对 对 最后我的确觉得好像照顾的不够好 身为家属有这种感觉 会这是家属常见 会觉得 会把错怪在自己身上 对 但其实老实说 大家真的都很努力了 就 事情过去 大家过去 应该是还可以再提早做些什么 也许可以咨询吧 当然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人 他是怎样 我去医院 然后我就跟医院说 我可能需要做一个安宁照 或的咨询 现在很多是这样 就是因为现在有常灶2.0 那常灶2.0跟医疗端 有一定程度的结合 所以很多都是个管师 他们在临床上看到说 诶这个病人 其实符合安宁 那他就会转接过来 那让我先去做评估 然后跟家属聊一聊 所以可以从这个社工啊 个管师这边拿到资源 协助的资源 可以 是是是 太好 太需要了 台湾的这个高龄化 是一个必然的走向 对啊 对啊 这是未来的趋势 80岁以上 你看三个有一个 就失智症 这样我们真的 大家现在就要把这观念 先建立好 而且照顾的比例 也变得 就是年轻人 照顾老人的这个整个 就是 通常可能一个年轻人 就要配一个老人 就要照顾一个老人 实际是蛮辛苦的 照顾者也是心理压力大 对啊 而且大家要准备好说 家族里面要有一个人 成为照顾者 对 也许会比请看护 还要给 给就是长辈更好的一个陪伴 对啊 是个大议题老实说 那有两个关键 是最近很常有人在讨论的 一个就是断食 慢慢的断食 让他自然死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玉立遗嘱 我们先来聊断食好了 好 断食最近很夯 很多人问 非常夯 然后 所以断食 所以断食在某些状态下 是非常适合的 所以断食是要选病人 也就是说 适合的病人 我们来帮他做这个 所谓的断食療法 其实也不是说我们 帮他做断食 而是他自然而然就走 他是选择不吃 病人自己选的 他自然而然就走到了 这个断食这条路 但是有一些状况 我自己遇到的事情是 他的断食是有点加工的 加工的 也就是说 病人没有要断食 但是 家属给他断食了 家属给他断食了 不给吃了 我讲一个比较 比较恐怖的事情 就是可能 有一个家属来找我说 要做 做这个 请我去做安理 那 结果我到家里发现 哇 我把贝贝 他说这个 他先说贝贝 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了 那我经验来说 一个礼拜 如果不吃东西 其实时间上也剩不多了 那我就好 蛮开心 那我就到家里去看 结果一看 哇 我把贝贝浮起来的时候 贝贝只跟我说一句话 我好想吃东西 贝贝想吃饭 那我整个人 欸 蛤 發生什么事 然後我就觉得事情好像怪怪的 所以 我对断食这件事 其实我在 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说 安理黄療育 领域里面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好的 是 只是说 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说 我们在 遇到一些状态的时候 要还是要小心啦 就是说 不能被过度的滥用 所以我们要理解 断食没有不好 但我们要理解断食是什么 断食在干嘛 嗯 断食是为了哪一些病人在使用的 嗯 而且也要尊重病患自己的意愿 对 对啊 他要是求生意志还很强的话 为什么要帮他执行断食 对 对 就是说 而且断食的话就是 在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 会 那所以 可能也要有医师的咨询 在旁边帮忙 说 在断食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身体不适 那可以用什么方法去 啊 减轻 辅助他 嗯 对 让他是舒舒服服的 当然 对对 一定是要让病患就是最高的品质 然后很快乐的执行他所有想要的事情 嗯 对这可能是最大的目标 没错 对大家对于断食的想像也许是模糊的 因为如果他的体脂肪很高的人 他可以断食很久欸 嗯 看状况 不过因为墨血病人大部分都很 都人很瘦 嗯 骨瘦如柴 他真的没有充足 他真的没有充足 他在断食过程中 其实他的一些水肿啊等等会慢慢比较消 是 人会看起来 甚至在某段时间他会比较有精神 所以 呃我们常常在执行断食的人 他会觉得 欸好像还不错欸 状况变好 其实没有 他变好是 有点像回光返照 他后面就是要接受 迎接死亡 嗯 所以家属在断食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会时刻提醒他 欸他没有变好 他是慢慢要离开我们的 嗯 所以一定要多陪陪他 啊 原来如此 嗯 好啦也让大家稍微认识一下 现在真的是太夯了 这个断食的主题 一定要在专业团队的辅助之下 我们再来做执行 其实才会安全 而且也是大家都开心 皆大欢喜 没错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准备要进广告了 广告之后回来呢 我们预告一下等一下 会让大家听一首 专专辑中的歌 对 我们就只让大家听一首 剩下两首自己去找来听 或者是买CD回家听 对啊 我们赶快准备听歌 应该是先听广告 准备听歌 听完回来 我们稍微讲一下专辑的事情 好的 期待期待 我们稍微讲一下 看不清你的眼睛 这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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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见你的声音 这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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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被世界一起 一身泥泥 你的爱就像 一场大雨 如今你 不是你 不再神秘 我想我应该 远去 想你的时候 我会这样问自己 如果我真的已经不在意 又何必去逃避 想你的时候 我会这样问自己 如果已经把一切都给你 我还剩下什么 在我的身体 当我被世界忘记 快要窒息 你的爱就像 我的空气 我的空气 如今你 不是你 不再神秘 我想我应该 远去 想你的时候 我会这样问自己 如果我真的已经不在意 如果我真的已经不在意 又何必去逃避 想你的时候 我会这样问自己 如果已经把一切都给你 我还剩下什么 结局我都写在歌里 最后一场谁的游戏 就让我们玩闹得彻底 想我的时候 你会怎样问自己 你会怎样问自己 是否还把眼泪 留在哪里 过去没有过去 想你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哭泣 我一定不会哭泣 如果已经把一切都给你 我会成为那个全新的自己 欢迎回到FM98.198新闻台 你是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明依安寇 我是主持人 要李诗诗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现场的来宾 是潘迪志潘音师 也是刚刚所听到这个音乐的 创作人以及歌手 大家好 欢迎 欢迎潘音师 好好听喔 谢谢 我本来只想放一分钟的 不小心就放了 结果忍不住听完了 但我觉得很贴合今天的主题 因为的确这首歌 感觉是像内自我疗愈 也可以向外带给大家温暖的歌曲 没错 所以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什么 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人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都会有思念的人 会有解不开的解 但是这个答案 不能祈求对方告诉你 只有自己可以告诉自己 所以你一定要 时时刻刻的自我 也不算反省嘛 就是自己去内化 去想像 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才能够继续往前走 对 其实别人说了100句 还不如你自己告诉自己一个答案 没错 对啊 真的 很好听的歌曲 然后顺便也介绍一下 这个专辑的设计 封面很可爱 就是潘音师的侧面 平常我们用听诊器听别人 所以这样就是在自己的床上 然后用听诊器听自己的声音 看看自己下班之后到底在想什么 对 然后这个CD的封面 其实我后来才发现 大家都没有发现它是什么东西 不认识 对 其实它是听诊器的那个听面 对 那一面 我发现 就是刚才聊天才发现 就是说原来大家在看医生的时候 不太会去注意那个听诊器 大家就是说在看医生的脸 是不是 对 还有看你打什么字 对对对 没有在看那个听诊器 所以它是听诊器 那个听的那一面 然后上面我有写一些医师体 就是医师的那个字 大家想象就是很潦草 完全看不懂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设计 你平常写医组也是这样吗 我平常写医组的样子 大概在歌词本里面有可以看得到 我有一些手写的病例 我的字比较漂亮 没有那个看不懂 没有这么蛇型 那应该是看得懂啦 对 然后还有画一些 很可爱 就是我在临床上可能会画的手会涂 所以你们会把病人画出来 就是左手右手哪里 脊肌的肌肌脉有多少 ERKG长怎样 就会稍微大概描述一下 就我们平常上寊床常用 Erfahrung 我非常喜欢你的歌词本 你看这边还有这种 就是 对 因爲我很喜欢绘本 所以我会希望里面就有一些插图 然后跟绘本有连结 然后又做得有点像 苹果弃指的那种颜色 对对对对殺 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可以进入到一个医生的生活 值得搜长啦 因爲现在很少的有那个CD player 所以出實體EP比較是收藏意義 比較像禮物 對 所以我會希望它能夠做的 比較有特別 別出心裁一點 更可愛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小周邊 對 我們周邊的話這個是書籤 然後這一面你看有三個很可愛的圖 它一份有三款 然後都是我那個臨床上 就是門診裡面遇到的一些很可愛的阿嬤的故事 所以是變換自己的故事 對 可以簡單分享一個好了 就是像最左邊這個藍色的 這個叫韓劇阿嬤 韓劇阿嬤喜歡追劇 對 韓劇阿嬤就是之前他是一個氣喘的病人 那他來就是我們會開口 那時候是比較嚴重 所以開了口服的肋骨唇給他 結果吃了一個禮拜之後回來 哇 他怎麼回整的時候眼睛超腫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想說是不是藥太重 然後我就說真的不好意思 你眼睛這麼腫 我們幫你趕快剪藥 剪藥之後很快就會回復了 你的水腫就會好 然後結果阿嬤就很抱歉 就說沒有啦沒有啦不用剪藥啦 已經好很多就再繼續吃 我就一直堅持要剪藥 最後他才受不了 就突然大聲說 沒有啦 我是昨天看韓劇 啊靠他眼睛腫起來 你在那邊 跟我講一樣剪藥是怎樣 好可愛喔 所以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 喜歡追韓劇的阿嬤 對 沒錯 就是韓劇阿嬤的故事 那其他兩則也都是類似這種很可愛的故事 然後我們就做成插圖 所以現在是到了現場 才會拿到這個小禮物嗎 對 講到現場 因為我們預計在 10月14這一天的晚上 8點在那個 Legacy Mini的M棒 在西門町那邊 西門町那邊有一場 那個專長的演出 那那一天也會有 這些周邊商品的販售 太好了 到現場就可以買到 潘映師的CD 對 沒錯 然後可以看到阿嬤的故事 對 還可以請潘映師親自簽名 對對對 你要轉換身份 從醫師的角色變成歌手的身份 對對對 會不會有人在現場突然問你這個 諮詢起來了 就現場看著 可能希望不要 對對對 突然說那個我阿公 歡迎來我的門診這樣子 對對對 可以去門診 沒錯沒錯 好我們這個 繼續來到我們今天這個安寧的主題 再次宣傳一下這個 EP的名稱叫做臨床指引 對 然後搜尋潘迪志醫生的名字 就找得到相關的資訊 可以 然後購票的話 在我的IG上面有相關的購票連結 可以去購買 那當然7-Hour iPhone也可以買得到 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們趕快來 剛剛有一個題目還沒有聊到 我們速速的在這個節目結束之前 趕快來聊 預例遺囑這個動作 是建議大家要做的嗎 非常建議 預例遺囑已經推行好幾年了 沒錯 那我自己在臨床領域上也有在幫忙簽 然後我下禮拜才要再去簽一場 那就是在病人 在我們人還清楚的時候 甚至還不是病人 還不是病人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先決定 我們剛剛談到的那些狀況 比如說重度失智啊 植物人狀態 昏迷狀態 或者是生命末期 或是其他一些疾病的時候 你想不想要接受特定的醫療 比如說要不要擦鼻胃管 要不要人工營養 要不要打點滴 要不要一些生命維持系統 比如說擦那個擦管啊 甚至洗腎 這些葉克膜等等的 你想不想要 哇 那你當然可以選擇不要 你也可以選擇要 你也可以選擇我要三個月 可以比較細節一點 那在會談中我們都可以討論 那這種東西會 這個玉立醫療一組簽完之後 會注記在健保卡上面 那未來就提供 你真的發生這些狀況之後 醫生去查可以做啟動的動作 所以他其實只要插健保卡 他們就知道了 所以之前的選擇 那當然一定是要真的發生 比如說真的變植物人的 才會啟動 不會說你沒有怎樣被車禍 然後其實就被啟動了 有點奇怪 怎麼都不給我治療 這樣我絕對不會 不是不是 就是要特定狀況才會啟動 其實這種 其實當初設計也某種程度上 彌補了有一群人 他想要安樂死 沒辦法達成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他在 比如說以前的植物人 你如果擦了鼻胃管 你是不能拔掉 你就是一直吃 一直被管管 因為他沒辦法表達 就一直活下去 可是現在他可以 在你清醒的時候 我們就先 先預立好這個 這個相關的一些 你的想法 讓大家可以知道 那這個遺囑他是可變更的嗎? 例如我自己 我可能二十幾歲 我決定這樣這樣這樣 可是我可能到了五十歲 我想法變了 當然可以 所以我可以改 人是會變的嘛 你現在的想法 可能過了三年 我可能出去就想法就改變了 就後悔了 所以其實都是可以改的 本人就是可以來做 可以 但是需要有醫師的見證 然後他需要上傳到你的健保系統去 所以他需要比較複雜一點 他需要有團隊的諮商 要先一個諮商 你要先了解你的想法 然後你要確定 確定這個簽的人了解這個 整個的內容 然後簽下去這個才生效 任何醫療機構 我都可以去找人討論說 我想要認識一下 不過他有特定 就是不是每個醫療機構都可以簽 所以上網的話都可以查到說 你自己所身在的縣市 有哪一些機構 可有在提供這個服務 像你去搜尋桃園 就會搜尋到我的診所 全全診所 那就可以提供 那我們比較特別是 我們有到家裡 我們可以到家裡幫忙簽 太好了 對就比較方便 這樣聽起來 我們的確是可以年輕一點的時候 就來先看一看嘛 對 先知道你需要選擇什麼 然後需要做哪一些簽署 對很多都是爸爸媽媽跟他的小孩 就三個人一起簽 嗯 太棒了 有點像以前 我們在街上看到有人宣導說 那個器官捐贈 要不要簽類似的概念 只是擴展到所有的這些緊急醫療 沒錯 嗯嗯 太好太好 讓大家了解這個可以做的事情 嗯 對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計畫了 哈哈哈哈 沒錯 先想好了 免得像剛剛潘醫師說 萬一真的重大的車禍之後 你如果沒辦法表達了 就沒有人知道你的想法 沒錯 嗯 所以病患本人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 對是我們 幫在最高順位的 最重要最重要 整個安寧照護裡面 我們都是希望 以病患本人的願望 然後以及讓他有最好的生活品質 對 在這個狀況下 就是面對生死的問題 沒錯 對啊 今天非常謝謝潘醫師 我們在節目中分享了這麼多 謝謝 我們難得可以好好的討論安寧話題 我相信大家這個聽眾朋友也收穫很多 對 最後再宣傳一下 好 我們還有一個周邊 是 是小藥盒 小藥盒 我今天剛好有帶 好 還有兩款 哇這麼可愛 對對對 還有兩款 這個是 我們在10月14那天也會賣的 它就是 其實就是藥盒 是 它就是藥盒 那就是裡面可以裝一些小東西 然後 當然可以裝 手飾 對手飾 或者是 其實最主要就是可以裝藥 我自己就會裝一些我的可能平常會用的藥 維他命 保健品 或者是這個 我會頭痛 然後也放一些頭痛藥 這樣子 太好了好可愛喔 一個文青版本的藥盒 對 大家一定要到現場 才買得到 對 要不然就要去門診了 之後也會 在網路上架 所以 是是是 在10月14之後可以在網路上買得到 太好了 非常開心 我們要跟大家說 拜拜囉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見囉 拜拜 拜拜